我們是有兩個東西可以用 那個旁邊的剪剪 這個是一些的我們還有人用的是收剪 可是為什麼還有人用收剪 那個很棒 可是有一個好處 其實剪羊毛的話呢 我們會有這個我手上的這個手刀剪 那還有待會我們的可蘭先生會使用這個電動剪刀 那手刀剪的速度呢其實很慢 他一天的話呢頂不快的話 只能剪個兩三百隻 可是為什麼還是有人要使用手刀剪呢 因為手刀剪呢 可以保留羊妹妹身上比較多的羊毛 那他呢在寒冬的時候呢 才可以幫助他度過寒冬這樣的日子 那我們可蘭先生呢 現在手上使用這個電剪呢 是有兩片非常耐力的刀剪組成的 他的剪的速度呢比較快一些些 OK快很多 可是因為在我國家一個人一天 我們剪了很多羊 所以正常我們都兩百到三百算了很多 可是兩百多隻 三百多隻 你覺得是超過了 也不是超過了 其實如果我們用電動剪刀剪的話呢 在國外呢 每年都會舉辦牧羊人的錦 這個比賽 那自主的世界冠軍呢 用電剪的話呢 他一天可以剪到八百多隻 你自主的話一天可以剪到七百多隻喔 可是我很厲害 我在台灣一個人一天幾隻 好我們的葛蘭先生呢 來台灣呢已經二十多年了 每天早也剪晚也剪 想必這個技術非常好的 那我們的葛蘭先生 請問你一天可以請到幾隻呢 沒有 怎麼只剪兩隻而已 就今天 現在一場 有有 美羊秀呢一天就只有上午一場 可以笑我一場而已 目前是No.1 其實接下來那個 吳先生 還是那個吳先生 還是那個吳先生要寫 所以我看那邊是No.2 我們的葛蘭先生的話 剛剛開玩笑的啦 那剛剛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們的葛蘭先生 是從楊妹妹的哪個部位 開始剪羊毛的 我手上這一坨 是從哪個部分剪下來的呢 肚子 肚子 對我聽有人說肚子了 那為什麼會先從肚子開始剪 那因為我們的楊妹妹啊 長時間放墓在墓區 她的淚的話 她就會坐下來休息 所以她肚子的毛呢 會比較張一點點 那她的價格呢 會比較低 所以我們會先把它分類出來 就會先把它剃下來了 可是各位不要誤會了 這個金牙毛是很殘忍 或是我們這個羊羊麻醉 其實我們不需要 大家不要誤會 我們幫楊妹妹剪頭髮呢 只要她剃羊毛 是些很殘忍的事 想說那她冬天怎麼辦 後來這一次養一次聽 就別人叫我騙人 這個沒有太過巧 這個金牙毛就不需要很大的技術 也不需要很大的力氣 因為大部分我們講的是技術 什麼抓她 就是讓她比較舒服 而且我們可以控制她 就是用一點點力氣 這樣聽得懂嗎 其實我們在幫楊妹妹剃羊毛的時候 我們會用雙腳夾著固定她 這樣子的話 其實不是為了要欺負她 只是為了讓她做得比較舒服 呈現一個比較舒服的姿勢 這樣呢我們的葛蘭先生呢 在幫楊妹妹剃羊毛走 她就比較不容易受傷 也不會讓楊妹妹受傷了 各位不要誤會了 我們不喜歡她有受傷 可是萬一真的有一點點受傷 不要怕我花山放腰 然後其實那個沒有這麼過了一個時間 她自己會 所以其實如果不小心呢 楊妹妹受傷的話呢 我們也會有醫藥商可以幫楊妹妹做即時的治療 這樣的話他們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也會自己靠立自己電腹 變好的 那我們的葛蘭先生 先給楊毛皮拿上來吧 因為在國外不好意思 我習慣 就是不是我一個人在見楊毛 我們旁邊有人就是專業 就是幫我們處理楊毛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會有小朋友的鼓勵時間了 我們的葛蘭先生在把楊毛剃下來之後呢 大家可以看看 楊毛皮下的時候可以拿來做什麼東西 他可以 好 不好意思 卡基里 卡基里 好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我們的葛蘭先生呢 是用雙腳夾著他的楊妹妹的 所以其實的話呢 也不能穿著很薄的褲子 他必須的褲子呢 一定要是經過一個特別的設計的 才有辦法呢 可以保護自己 不會讓自己受傷 這邊寫了Levis 好,原來,請贊成鼓勵一下,不是給我鼓勵,是鼓勵鼓勵 謝謝我們的羊毛,因為這個羊毛吃多少? Ready? I'm so sexy, oh my god 我們剛才說了,可以做很多東西 可是這個也,為什麼也算是小半夜時間?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Jumping Jumping's a fun 我們習習習慣這個小半夜就是說,這個羊毛可以做什麼? 大家可以來,想想看,羊毛可以做什麼? 好,黑色衣服的小朋友 大聲地說說什麼? 棉被嗎?對,很好,羊毛可以做成棉被 冬天蓋的時候就很溫暖 好,黃色衣服的小朋友 毛衣嗎?對,很好,那你來抬起來領個小禮物 我們的羊毛也可以做成毛衣,讓冬天穿的時候會很溫暖 好,今天藍色衣服的是 ев朗